升穿了12月31日那個雙底頸線 雙底頸線方面在23,590 重要的事講三次23,590 23,590 這個位置為什麼我要講三次這麼嚴重 去和大家講呢 因為其實剛才升穿了這個位置 我們叫雙底 但是反過來 我們一直這次衝到上一條100天線 附近下 我強調是附近下 因為其實最接近的時候 我們去到24,561 其實和一條100天線24,658 其實在說就差不足100點 但是在說本身恆生小想 自上年7月開始 跌穿了一條100天線之後 一直在說都是回到這個100天線附近 就頂住頂住了 對上幾次都是 就是在說100天線都衝不破的 包括在說什麼呢 在說8月份遠一點 9月份 接著在說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都是其實上不了去的 其實在說的 但是這次方面 就是從未如此近過的 其實這次是相對這麼多次 是最近一次這樣 那如果未來方面呢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連升了四個星期 還有那之前已經連升了八天這麼多 那本身來講 這次做回四天的調整 那今天方面是升得到的 那如果恆生指數 那今天其實那間算是好的走勢 那又為什麼呢 因為輕輕就補回 這個1月12號方面介乎 24,068點到23,863點方面的裂口 那如果這個裂口不用補了就爆上去的話 那其實那間突破掉了100天線的機會就非常之大 但是就算這份回落也好 其實在說的 只要 我又強調一次 只要它不跌穿23,590點 又是23,590點 其實在說整個形態方面來講 是沒有破損的 其實整體方面還可以繼續向上的 那類似情況發生過的 類似情況發生過在9月那時候的 那時候又是傷底 但是在說它突破了頸線之後 最終在這個11月的時候要跌穿那個箱底頸線 所以結果方面那是一個失敗的一個箱底 但是這次方面來講 會不會有機會向上呢 暫時看那些北水 似乎它們都挺有行心去真是趁低級納這樣 似乎想托回市場上去 那所以其實這次方面來講 我想投資者方面可以看到 例如今天這些都是23,590點 至說是24,000之間的位置 大家可以嘗試出手的 其實如果核生指數沒有收穿 23,590點 這個我講了第五次的 那講講本來講 大家可以安心地拿著股票 那期望著什麼呢 期望著港股 今年我看回那個高位 我會看到它是28,000點的 其實今年那個高位 我會看到它是28,000點 那變了來講 大家計算一下 那整個4,000點的上升空間 在這裡大概8,15度 那應該其實都可以報回 去年2012年的一箭之壽